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因为我有买了一些衣服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就介绍给你们先 好啦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所以今天第一件呢 我要介绍你们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 我觉得这一件呢是 我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版型那也都很好看 然后我其实这一件买了有一段时间 然后也穿了很多次 洗了很多次 我喜欢它的呢 就是它的布料不会起球 所以因为有一些这样子的布料 你洗了一阵子 它会起一些毛球吧 这个不会 所以我觉得它的quality还蛮好的 然后它很便宜耶 很像人民币30多块而已 所以马币大概20多左右 呀我觉得穿上去也很好看 我喜欢这一件呢 就是因为它蛮casual 你去哪里你都可以穿 所以像我今天搭配呢 就是搭配一个宽松的牛 黑色牛仔裤 然后我觉得穿出去也很舒服 然后它的面料不会那种 很像很厚很很日的那种 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的天气的 然后这一件呢 有紫色 有蓝色 有白色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还蛮推荐这一件的 接着我讲上衣先吧 我买了几款上衣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挂在井那边的上衣 然后这一件呢 其实我有买两件 可是在不同的店买的 然后就这两件 这一个是差不多像Army Green 然后这一个是白色的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布料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 这一个的布料是比较好的 可是 我觉得它有一点长的感觉 but还ok啦 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觉得穿上去也很好看 通常呢 either你可以这样子单穿 或者是你可以 穿一个 oversize的牛仔外套 也是很好看 然后搭配一些链啊 accessories之类的 就会看起来都很时尚 嗯 我觉得这一件还蛮好看的 我链接我放下面 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去买看哦 是下一件 这个青色的上衣 我是觉得它的Quality 还好而已啦 比我想象中的差一点 嗯 就很像上面这里 很像松松的感觉 我是穿过一次 然后洗了一次 所以就这样子 好像有点松的感觉 但是 我是觉得好看的啦 它们也是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买看看 我觉得最近都是很 很流行那种鞋尖的上衣 就比较不同 pattern的上衣 我觉得还蛮流行的 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一件 它有不同的颜色哦 好 然后这个黄色的外套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还有很少女的感觉 这个的布料是有一点厚啦 然后我就穿起来会蛮日的 可是它版型那里都很好看 然后它的面料很软 很舒服的那种 不会那种刺刺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一件你可以这样子直接这样子穿 或者是配一个白色的背心在里面 都会很好看哦 好下一件呢就是 我买的唯一一个 dress 就是这一件 其实这一件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然后颜色也很美 手这里呢是stretchable的 这里也是 so far 是这样子啦 然后它的这个是有拉链 然后我觉得它的Quality还蛮好的 它不会说到很薄的那种 所以穿起来也很好看 很像小公主 下一件就是 就是这一件 我觉得你们在淘宝应该看过 很多人在买这一件了吧 然后我觉得我买的这一家 它的Quality其实还蛮好的 然后这个就是很像那种 学院风的感觉 然后你们里面 不只是可以搭配T-shirt 然后你们也可以搭配那种shirt 就是白色的 有领的shirt 然后可以穿这个 或者是你们可以单穿这个也可以 可是里面要穿背心 我觉得都很好看哦 还有就是我要介绍你们 等一下 还有就是我有买这个发裤 我觉得很美 我喜欢它 它不会那种很像很厚 很凸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是刚刚好 带给你们看 就类似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看 对我来讲是刚刚好 不会太太碰的那种 因为之前是流行那种 大大个碰碰的 但我是喜欢这样子的 然后Quality很好 便宜又很好看 好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下一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